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仔细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欲加之心何患无耻 要加心可以找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不成事实不成理论的一些理由 但是加心一般来讲应该是好事情 那如果政府带动加心真的做到了 全部都加心那表示通货膨胀 那表示只有物价一般物价全面上升 最后真实所得反而没有任何的提高 它影响的是国家对外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没有人说用政府加心来带动加心的 这是不成道理 只是好心好听好的话而已 那这一年220亿 半年就要110亿 这个钱在我们今天贫富贤熟 在我们今天失业依然严重 在我们今天政府很多义务 很多法定的责任 还没办法向人民旅行的时候 我们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们财政的工具 政策要能够调整 重分配财富跟所得 造成更公益 更有效力的支援分配的一个社会 也让经济的成长可以重新恢复活力 绝对没有看到政府用所谓 帮公务员在年度当中 悟然的加心来讲那些道理 那所以我们这221年能够做什么用呢 算一算 最简单的 全国老人健保免费 就可以来实施 老龙今天就可以调整到9000块 那么目前很多公务员 公教人员 在各地方政府普遍 还不能如愿退休的 你今天对已经退休的人加薪 那对他不能退休的 却不让他退休 因为财政困难 这个造成的差异跟不公平 会更加的严重 严重妨害了公务人员的新陈代谢 所以这些都是负面的做法 所以加薪 不是最正当最需要的做法 我们希望低阶加薪 高阶不要加薪 我们希望政府的法定义务责任 要能够赶快的实现弥补 最少全国老人健保免费 能够赶快实施 这个钱是够的 为什么不用再 最需要最合 是因为这种感觉 是否还没有 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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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的